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你们的范儿福吗 范儿福 可以这么说 就比较流行的一个外星人 你们研究第三类接触 我想问 为什么世界各地很多据称是遭遇外星人的人 他们说出来大体的形状 外星人都是这么个形状 因为他当时是在美国 罗斯维尔事件的时候 有一个飞碟被击落了 然后外星人的尸体 然后根据外星人的尸体传说 还有一些美国被劫持的一些人的催眠以后 所描绘出来的外星人 那么就以这种外星人为多数 实际上外星人的种类是很多的 有巨人型的 美女型的 怪模怪样型的 都有 但这种是最多的 所以这个就成为一个经典了 大家所认可的一个外星人的形象 外星人有分好几个州 有非洲人 有亚洲人 有欧洲人 而且外星人不光玩美人计 外星人还有关心的事还多着 为什么把咱秘书长找来 最近飞碟的现象 我觉得值得研究 你看网上新闻相当多 就在最近在长沙 又观察 爆撑 又一次发现所谓的飞碟UFO 我原来听说的好像是外星人 对咱们国家改革开放也是非常的关心 说自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飞临中国上空的飞碟 好家 骤人 增多 所以得研究研究这事 秘书长 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在中国UFO研究 实际上也是一个有发展过程的 我们是20年前84年就开始研究改革开放以后 我问点庸俗的 我都闹不清你们这组织是什么性质的回到门 你拿工资吗 不 我们纯粹的是刚开始就是个民间团体 民间的人组织起来的 那么在1994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申请为正式法人团体 那么我们有上级括号单位 就是中国气象卫星中心 然后我们的上级领导就是北京市科协 然后我们成为正式的 然后民间人批准的法人团体 那么我们就是一个 属于是半官方的组织了 可以这么说 钱从哪来 怎么维持 钱我们全部 因为是民间团体 我们钱基本上都是 刚开始我们就是全部都是自费 爱好着自己 我们调查考察 全自费进行的 有走遍全国调查都自费 对 基本都是自费 赞助可能也 他们别人不知道拉了个赞助没有 我们基本都是自费的 然后最近北京科协对我们 我们打报告申请 北京对科协对我们进行一些拨款 支持 那你们完全是因为兴趣 这帮人聚在一起 不就因为对UFO的感兴趣 对 爱好 那你们到了是相信有没有 那个UFO的存在呢 相信不相信有外星人呢 有外星的那个文明呢 对 这是个大家都很关心 对 其实我们全部都相信有外星生命的存在 不只是我们相信 而且中国的一些科学家 包括外国的一些科学家 也都承认 外星生命的存在 就是高于人类智慧的生命体的存在 尤其像火星也发现有冰盖 有冰层 火星有可能有生命 但是问题是 您说你们相信 可是给我们说个真的 哪个是真的 所以说这就有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就是相信一个生命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这个生命 我们正在寻找 包括科学家 中国整天说 从我小时候就说 后来这个飞碟的这个意识啊 进入中国之后啊 我爸都跟我说 他说小时候见过 说小时候在村里啊 什么好多反正都说类似的 就说在树梢上 就说当时说像个草帽似的 我记得记得 后来闹清楚了 就是草帽 反光的草帽 就是草帽 请你说这个情况啊 我们UFO研究者接触特别多 我们对UFO研究啊 去调查考察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一个破案过程 一个完全的破案过程 你要搞清他到底是什么 因为UFO研究者和爱好者 或者一般 他是不一样的 爱好者可以想象 可以分析 说一些 但是研究者 你一定要拿出证据来 他是个什么东西 你说他是非碟 是外星人操作 那你就要拿出你的证据来 那么我们在调查这个过程中呢 就像你说的 发现很多这种情况 各种各样的 我们都最后呢 慢慢把它都给破解了 当然这个破解过程中 实际上也是一个 这种乐趣啊 实际上是在破解的过程中 他带来一些照片 我们可以让他现场来破解破解 都是真的 就人家拍下来的UFO 看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还说都是假的 都不是UFO 你听他说说 咱们一幅一幅照片 来看 周老师 你给我们破解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一个会员拍到的 中间的黑点 实际上是电子成像对系统的保护 太强 他把摇不去给烧了 它形成一个黑点 上面亮的点 什么叫鬼像 对称的反光是吗 对 这个也是 这个很明显的 就是他一个照相机拍摄那个强光的时候 它形成了一个你看 多像飞碟 特别像飞碟 实际上就是对镜头 它在保护这种电子的成像 但是我是想说这种照片 它不会凭空对拍 它肯定是看到一个东西 它在去拍 不 它就是 就是凭空去拍 对着它去拍的 对着这强光去拍 那就故意造假 对 故意不是造假 它故意拍 拍完以后看什么效果 这个是一个什么 实际上是我们的结论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飞鸟 是一个鸟 或者什么 在近距离并不在那个山上 从镜头前面飞过 对 照成的影子 然后他拍的时候拍一下 就是镜头就把他给拍下来了 这个是在北京引起轰动的一次报告 一次发现 说长平发现EUFO了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报纸提供的消息 我们就马上到长平找到这个人了 当时到他们家去进行考察调查 他说就在西边 他说我你看见多少 他说基本上都老看见 我那天老看见 那就很怪了 然后我们就马上到梁台上去看去了 对着西方看 突然发现确实有 特别漂亮 然后才能够了一个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个就一分为二了 完全符合飞鸟UFO的描述 有时候会分散 有时候会分散成几个 对 他这一分为二 还有U型变化 变化多段 在天空吗 对 就在天空上 我们去了有四个人 一块就盯着南边 看的是什么 它是个航道 然后就盯着一架C机 从空中 然后一直跟踪 当它飞到从南边 飞到西边的时候 在阳光照下突然 反光 特别漂亮 对 在阳光的照射下 就飞机 实际上它那两个U字 已经是两个翅膀 反光 非常漂亮 你会采用各种各样的变化 所以这么我们又得了一个非常 没错 没错 你想我在巴黎上 它那个飞机场就是行径 进这个城市上空 经常出现这个飞机闪闪发亮 确实是很漂亮 咱们还有吗 这是咱们的神武 神武 神武 对 神说神武发射的时候 外星人也关照了 对 这个拍的是新华社拍的 当然它根据这个照片就分成 通常有UFO在监视我们的 火箭发射 火箭发射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就在网上进行 同时好几张照片 我总觉得像镜头脏了一个脏点 对 对吧 对 它是镜头污染 它不是一个照片 它根据它的照片 因为它不断的上升 那这个黑点 也是在那个地方 是它的镜头脏了 对 所以我们就好解采 这个不是镜头的污染 这个完全不成 好像有点失望 弄了半天 但是没一个是真的 就是 不是 周老师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我还有一堆问题探讨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园子刚才有什么观感呢 有点小小的失望 就是说我们所期待的那个外星人 外星文明生命 包括UFO 都觉得潜意识当中希望它是真的 希望它是存在的 就是说 甚至我们可能觉得有一个跟我们并存的 并行的一个世界是存在着的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是那种唯物主义的教育 觉得你必须要有科学的证明 这个东西存在 它才是存在的 那么我总觉得那我们人类的文明也是有限的 我们发展到现在也是这么多年来 也是说不能说到了一个绝对的一个高度 那么我们怎么可以就说 否认就是一定没有那么一个东西 没有那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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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星的生命在那存在呢 我是宁愿相信它有 但是呢好像我们又拿不出什么实际的证据来说 它没有 这个我觉得咱们观点一致 我们也认为确实存在这个外星人 但是我们现在如何证实它存在 这是个关键 我们不能空口 可是问题又说到因为我们本身的文明 我们推理科技 就是你要说到这儿 我想起你们跟伪科学是什么路子 我们是不相信这个伪科学的 我们也间接反对用伪科学来研究 但是这些暴称发现UFO的人 你应该接触过不少 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能不能给我们举出一两个故事来 可以 其实伪科学啊 我们在初期的时候 就八几年的时候 84年成立的 85年86年那时候 就是气功啊 什么特别那个多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也跟他们是一块 尤其是我们当时我们那个就是 中国UFO实际上就挂开在 气功研究会下边的 哦 现在上了 中国气功研究会下边的 中国UFO研究峰会 那么我们就接触了大量的气功界人士 那么气功界人士他就说了 他说了 你们UFO是最高境界 我们研究气功的 我们发展到最高境界才能达到你们UFO研究的境界 那么他是这么理解的 那么我们跟他接触以后就发现有大量的 有些就是说外星语的 我这就说外星语的 还有一些的就是说能够呼唤飞碟的 这我们都进行过 进行过研究 你进行过那种富裕的肚子说话的研究吗 那没有 因为你前两天呢 我很好的一个朋友 一个画家 那不能是假的 他是找来一个讲富裕肚子说话 而且讲肚子说话 感觉肚子里的这个人呢 很懂啊 你比如说他拿他买了一个宋徽宗的一个画 他就问这个人 这人也不懂吗 就说 那这个画 你看看是什么画 他肚子里说话 他就听见 他嘴没张开啊 一千年了 一千年了 他知道这是宋朝的画 那你说这个 但是以前我也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后来被爆出来是假的 是他做了弊了 是怎么里面弄一录音机还是怎么着 反正类似这样的事情 是吗 有过 就是所谓的富裕 后来说是假的 就包括一些 好像这是一种技巧吧 技巧 或是一些武术什么的 杜琴能当商代史 这些技巧 你们歌星应该练一练 这个我看过一个外国节目 好像是口机节目 他就是拿一个小人 然后接边说着 然后这个小人也说话 这是一个一个 我觉得就是一个技巧的 不存在什么 那再说 就是说你接触到的这些 就是他那个所谓呼唤飞碟 我们就做过实验 你给我呼唤 我去看 他就呼唤 说飞碟来了 我们就看 你们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有人就服务 我看了 我哪 我们很多人看不见 什么也没有 他说 他说 那你们天眼没开 你得开电 天眼 你才能看见 那我就觉得 还得拜他为师 才能开电 这就是完全就是什么了 是不是 而且你刚才说好像这其中有一部分人你觉得最后证明是精神有问题 这个有 这个 我就最近不止我接到电话了 我们几个副理事长都接到也不怎么搞到我们的手机电话 家里电话直接打到家里去 我就接的电话就可以说是无数次的一个人 他老打电话老说 我一个是说什么 就是他的外星人老给他发电磁波 给他发信号 说你们家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重大会 要我找总理 找副总理 才能解决问题 我还想找呢 所以我能怎么回答他呢 我说你 我就成心理医生了 我给他讲 可是你越讲 他就越来劲 我说你这个东西 你必须找医生 听医生的话 我们解决不了 他实际上就是一种 您这UFO研究会怎么最后变成心理医生协会 你说最近 我觉得我结合一些现在这个科学界对大脑的研究 我越来越相信 就我们的这个局限 我们看到的一切东西 其实是脑内成像的 你不是爱摄影吗 他脑内成像 你比如说 举个例子来说 很有可能是你想出来的 你比如说 你的眼睛 只能接受可见光的波段 从这个波段到那个波段 那比如说要另一个物种 他的眼睛能接受红外线紫外线 他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 会跟你完全不一样 你的耳朵是多少赫兹到多少赫兹之间的声音 你能听到 但是超声波 在超声波的世界里会有一些什么震动 你不知道 所以说 我越来越来越 我们所谓可以看见的这个世界 只是我们的感官 在很大程度上是你自己这个物种设定的这个条件 对 其实是有局限性的 而且甚至说你的大脑里也许有类似某种城市一样的东西 你比如说人的大脑 有的人如果大脑某个位置出车祸坏了 这个人还能看见 但是他失去了辨认平行四边形的能力 所有的平行四边形 他能看见 但他说不出来这是什么形状 所以你看这个很让我们觉得 就是说你主观是不是本身观察者本身有没有问题 你说的呢 实际上是一所谓外星人的一种 所以就超出了 就是他不是我们人类所能看见的一种 就是一种气态的 或者一种什么态 或者是多为时空下的 这种有一句有这种说法 但是我不认为这种说法能够说明是外星人就这种的 这有点 有点悬了 因为我们是相应为时空中的人 对 他要是多为时空的 咱们看不见他 对不对 那我们还有什么 你说这不值得研究了 多为时空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根本就互相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那我觉得才应该研究 他说的意思就像有一个物理学家就曾经说过 说你问就人类永恒的疑问 就为什么会是这样 是吧 为什么开头是这样 宇宙大爆炸 为什么就有了我们 为什么 为什么 他说也有一个最简单的答案 就是如果不是这样 那么根本就 不是 如果不是这样 今天就不会有你这么一个人在问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 会从这个外境 我会想到宗教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 会有一个天国 像佛教徒讲的会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什么的 很多东西解释不了 比方说 基督教会说上帝创造了人类 那现在有一个DNA的那个检测 就说人的DNA检测出来 你可以将来知道你会得什么病 通过DNA会好像改变将来人类的寿命啊 或者很多避免很多疾病什么的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 包括有人怀疑达尔文的那个进化论呢 就说人是红猴变来的吗 不是 那怎么来的 是一个当着就是七年时候很流行的一种说法 就是 是万幸人改造了基因 然后才产生了人类 实际上这是一 现在就发展成为一种宗教 是雷尔运动 他曾经到中国来 跟我们菲特研究会进行过接触 就雷尔 雷尔运动就是 他是结合了当今世界上很多高科技的人才 然后用把圣经给解释了 圣经完全就会引起了梵蒂岗的强烈抗议 那你跟他们接触 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不靠谱 不靠谱 另外他要在全世界 建立他的组织 然后建立基地 建立大使馆 欢迎外星人到地球上来 他这个组织非常庞大 在世界上都很有名的 但是他是复制婴儿 但他是个邪教 对 克隆人就是他们提出的 所以他又形成了另外一种宗教 对 或者说叫邪教 因为他最后我看到他那本书了 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 他说耶和华 就是上帝是他哥哥 他是现世的耶和华 他完全就是一个宗教组织出现了 所以他的解说非常的科学 他用最现代的科学来解释这些 这些像是人类的基因这方面 然后这外星人为什么呢 类似的宗教 还有很多好莱坞大明星都信 就是高级科学家 高级知识分子 他组成一种叫科学宗教 就是说 对 他是用非常科学的理论 来推演他的这个东西 汤姆克鲁斯好像就信的一种 叫什么科学教 所以有人就说汤姆克鲁斯到后来颠了吗 就是出席那个谁的节目的时候 给观众朋友 观众我给你们翻个跟头吧 蹦哒蹦哒 就觉得他有点那个走火就磨了 就觉得是不是跟他信的这些东西有关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说完了别人呢 大概说说你自己了 你还别说 你觉得别人他的面相啊 就有点不太像人 不是 他这眼 眼睛有点 有点怪 我刚才觉得就有点 没好意思说 所以他觉得和他那个衣服上 那个有一点像 那个眼睛的那个形状 真的真的 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一如既往的 一例也没有能证实是真的 但是你还在干这个事呢 你有正经工作吗 有 我为什么问他 就说怎么就保有这么长时间的兴趣 我觉得我本质上跟你也一样 我也不是伪科学内陆的 但是我也不是所谓这种 就极端科学派的这路的 我也是 就说我这辈子 他们有人说你这人阳气太盛 鬼神不进身呢 就是我一辈子没有见过任何 异常特异的现象 我没有亲眼见过 对吧 但是呢 我特别愿意相信 就是我愿意相信这个无限的 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你说 好多人就也也也说 他们这些人 说干这事有什么用啊 又没发现真的好像不实在 其实我觉得这个 在咱们现在的人当中啊 非常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 这种好奇心 对生命的 你看外国人 我跟你说 我这两天看了一个纪录片 叫地球卖动 甭说到外太空寻找生命 你知道生命啊 我最近对生看了他们这个寻找 我有一个感觉 什么叫生命 生命就是啊 能吃什么吃什么 就是你说地球上 现在还有400米深的那个洞穴 还有那么深的洞穴 然后你就看那些探险者 你说要照咱说 哎呦干他干嘛 哗就跳下去了 我说怎么跳下去了 然后呢 到跳到一半距离 啪 浆落伞打开了 你知道他浆落伞下去 在地底下发现的那个生物啊 你都没想象不出那个形状 新的 没有颜色 跟那胎儿一样的 而且他在黑暗当中啊 眼睛脆化了 没有眼睛 有吗 有 没有眼睛 那是新的物种 你新的物种 而且在流酸里 都没想象徵 就不能帮忙 没有眼睛 没 infant